大家好,眼下正是扇贝等贝类海鲜最为肥美的世界 今天小编就带你去青岛的扇贝专业养殖村去看一下 今天海上的风浪比较的大 这是一辆拖拉机把刚靠岸的装满扇贝的渔船拖到岸边 在这扇贝刚卸下来 刚卸下的扇贝上面有很多的沙子 渔民用专用的工具把这些扇贝给清洗干净 小编注意到今年养殖扇贝的笼子里面的空脾比较的多 弄不到屁啊这个 先调调哈 咱得撒撒撒撒撒 怎么卖吗现在 撒撒撒撒 这么贵啊 比去年最多了哈 撒撒撒撒 今天贵哈 这个汽去了哈 比较多了就是卡两个也撒多的 那这条也还不是撒撒撒 好像是撒的撒撒 渔民告诉小编 由于今年扇贝的产量有所减少 所以价格也水涨船高 因此也更加的供不用求 由于今天的风力比较的大 所以出海的渔船并不多 这些扇贝渔民并不愁卖 码头上一位渔民告诉小编 在他们这里购买50斤以上 就可以享受批发价 所以您如果想吃最便宜新鲜的扇贝 可以直接到码头上买